昨天在台南市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原来又是因为感情纠纷酿货 台南家里区三合院爱房外头 晚间拉起封锁线 不准任何人后进 这里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阮性外籍女移工遭刺一刀 救护车紧急送医 但抢救后依然宣告不治 越南籍阮性女移工跟同乡的男移工交往 就在11号晚间约在租屋处饮酒 期间谈到分手事宜的时候 男移工突然拿出历刃救亡 阮性女子攻击随后骑电动车逃逸 造成阮性女子送医不治 阮氏越南籍68年次 左胸遭水果刀刺入 幻险离难越南籍73年次已逃逸 阮性女子遭攻击伤及致命部位 地板上还留有大片血迹 附近的邻居也指书 过去就曾听闻时常发生争吵 有这倒门 还有倒门 那我说要分开 要择不来 行凶的男移工还逃逸无踪 目前警方已经追查到他的身份 报警检察官指挥侦办 会同刑大科针队来全力追砌当中 记者杨无华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